然后呢从07年痛到一一二年 一二年的五月份有一天早上痛到我 这个手指我痛到我就晕了 然后我就想打电话给我的丈夫 让他知道我痛到晕了 我顶不住了 我连打电话的力量都没有 这个手指动手指的力量都没有 我就想我不会死那么快吧 我的革命还没有开始了 我的很多工作都没做了 怎么就会死呢 但是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就晕掉了 什么意思都没有了 但是我晕的时候 我大概记得那个时间是十点半左右的时间 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了 然后两个小时我醒的那一刹那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东西从我的身上出去了 然后从那以后我的左边这个胸部这里再也没痛过了 没痛以后呢 我就也没事 我也没去有什么病我也不查 反正不痛了就不痛了就这么简单 到了一 一三年的 不对应该是对一三年 一三年的大概十月份左右吧 有东莞的一个姐妹说 文老师你来看我 我开了一个医院你来给我祝福祷告 他约了我好多次我不去就很不好意思 有一天我就专门抽时间 我就过去给他祷告 然后我一进到他的医院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以为我真的是请你来这里给我祷告吧 我请你来做全身检查 我给人家全身检查一次二千八 你来给我检查 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我说我哪有时间生病啊 检查什么 我说没事我就走了 他说不行 你要过来一下 他就说 我说过哪里啊 那个医生就说 你过来这里照一照 我说哪有时间生病啊 照什么照 他说哎呀 你就走过来一下子 又不用那个全身检查 又不用你的脱衣服什么的 哎呀 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就走过去一下 我一走过去了 那个医生就说 戴项链 我走过去那医生们 我有没有戴项链 我说 没戴 我从来不戴项链的 他说你再走过来一道 我又走过去 他说你曾经住院 最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说我跟你讲 我从小到大 没有住过医院 超过一天 一次都没有 他说你讲谎话 我说不是讲谎话 然后呢 他说你再走过来一遍 我就走过去 走过去 他就咔嚓 把我那个胸部的那块 拍了一个照出来 然后那个地方 就像个A4纸就是这么大 有两个手纸 就像这两个手纸这么宽 这么长 这个就是你做手术的 那个那个印子 那个缝针的那个刀印 你还敢说你没住过医院 我说哎呀 我真的没有住过医院 他说这个手术刀是怎么出来的 好多当时我就傻眼了 哎呀 是啊 我才想起那一次我晕倒 估计是神给我做手术了 你知道吗 你当时痛了多长的时间 啊 当时已经痛了 从07年痛到13年 07年到13年 5年 经常痛 有时候痛到我的气都喘不过来 我就不管 我上帝我没有时间 这个去医院 我没时间生病 你要死就死吧 我不想去搞什么瘤啊 等一下又几天去动什么手术啊 我没这个心思来搞这些 我要读你的话语 我就这样祷告 就这样好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住过医院 然后呢 我一听那个曾姐妹说 叶牧师生病了 说要祷告 我就很着急 哎呀 我就感觉天塌下来了 我就赶紧祷告 一祷告就被神责备 圣灵马上光照我 你不是那次的 意思说我的不是病了那么重吗 神还不是给我动了手术 你以为想死啊 哪有那么给你死 死都死不了 我都自杀了 五次都死不了 是啊 我们的生命健康都在神的手中 明白吗 要对神有信心 神掌管一切 你像叶牧师 他是有使命的人 对吧 那就更没事 更没事了 你以为生病一下 你着什么急啊 人家生病就是神说 让你休息几天 更好的打仗 休息是为了更好打仗 是为了更好的进步 你以为真的是病 哎呀 我一被圣灵责备 我就不担心了 这个坡度好大 大不大 好大好大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说哎呀 这个血坡那么斜 我都有一点关心 是的 是吧 就是说 我还跟你们讲一个见证 就是说 这见证是难非的 估计现在时间不够了 你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是要被病抓住你 还是你来控制那个病 我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来控制病 我不要被这个病来搅 搅搅我 我就记着神的就行了 有点一生病了 哎呦 灿灿飞飞 哎呀天塌下来了 怎么怎么了 好就被那个病抓住 今天想到那个病 就不想到神了 但我呢 我就是想到神 我不要花时间 去想念那个病 我不要花时间去验 我不要花钱去验 反正我 你让我死就死吧 我不看 我才不理他什么病 什么流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真的没有时间生病 你全力以赴来追求神的道 你被神呼召了 是不是 你想那个什么 病病通通干嘛 不管想神的话 想神的计划 其他就是神的事情 我都是这样经历过的 那我的车胎一点气都没有 我都开一百万回到家 吓死人 那些人来看一下 我以为我穿衣服很死吧 人家来看我 没想到看我那个车胎没气 我眼看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